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奇幻电影《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 在经历了游曼极的冒险之旅后,玛莎等人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并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可重归平淡的斯宾赛依旧自卑,她无比怀念在游戏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勇石博士 而由于炎炎爱迪动了手术,她只能和母亲暂时照顾老人 她也有意疏远考上大学的玛莎,并减少了与其他两个伙伴的联系 而为了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自信,斯宾赛竟然拿出了那台一直被她偷藏的坏游戏机 并连夜休好进入了游戏 第二天,约定在餐厅见面的几人发现斯宾赛未能按时赴约 于是他们便在大冰箱的带领下前去寻找斯宾赛 此时的爱迪爷爷正与老友麦洛叙旧,就在他不厌其烦地敷衍麦洛的关心时 三个年轻人来到了这里 他们本想询问斯宾赛的去向,却很快听到了熟悉的战鼓声 三人随即在地下室发现了那台破损的游戏机 在意识到斯宾赛根本无法独自完成游戏后 众人便决定前往游戏解救他们的伙伴 可他们很快发现,坏掉的游戏机根本没有给他们选择角色的机会 而是直接将众人吸进了游戏中 只是随着战鼓声消散,贝瑟尼却没有进入游戏 虽然到达游戏内的玛莎发现自己依旧是铁拳路比 可他熟悉的勇石博士和老鼠分拔 竟然是斯宾赛的爷爷艾迪以及他的老友麦洛 原来,外道的游戏机将楼上聊天的两个老人带进了游戏 而随着角色的混乱,大冰箱也代替贝瑟尼成为了奥伯伦教授 由于两个不熟悉游戏的老人加入 马莎和大冰箱只能重新把游戏规则解释一遍 并向他们说明了此行的主要任务 可花生动物学家的麦洛却好奇地靠近水边 斗起了水里的河马 幸好早有防备的马莎将麦洛扑倒在地 他这才逃过了一劫 而两个老人毫不设防的样子 让吃过苦头的大冰箱十分着急 他赶忙向两人说明了这个游戏的危险性 但他话音未落,便被一条从天而降的巨蟒吃掉 在大冰箱复活后 众人迎来了向导奈吉尔 他重新对四人进行了热烈欢迎 而通过信中的剧情画面 众人了解到了新任务的内容 他们这次要对付的敌人 是驻扎在山顶要塞的暴君 为了统治游曼吉 暴君带领自己的野蛮人大军一路南下 并夺走了飞鸟部落长老看守的圣物神鹰宝石 而由于暴君将必须沐浴阳光的宝石 锁在了黑暗的匣子里 这导致干旱降临大地 庄稼也随即枯萎 如果不及时将宝石拿出 原本蓬勃的游曼吉将重归荒芜 而他们想要回归现实 就必须夺回暴君手中的神鹰宝石 让游曼吉恢复如初 解释完这一切后 奈吉尔便给出线索 并将拿到地图的众人扔到了沙漠之中 此时两个老人依旧不明白 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马莎和大冰箱只能一遍遍地 跟他们解释游戏规则 导致游戏的进度十分缓慢 在到达第一关沙丘后 爱迪有因为老友脉络的迟缓语速 被突然出现的鸵鸟干掉 而随着爱迪重新复活 一群鸵鸟也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突然袭来 四人只能立刻启动沙地上的卡丁车 并向另一边逃去 虽然老人们并不熟悉游戏规则 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爱迪竟然一改之前的迷茫 十分勇武地救下了被鸵鸟袭击的脉络 并将失去汽车滚下沙丘的马莎等人街上 而眼看沙漠镜头就是悬崖峭壁 爱迪又立刻掉转车头 然后利用悬崖边的陡坡成功飞越了峡谷 虽然汽车最终坠毁 但四人还是成功逃生 之后在沙漠中艰难行进的几人终于到达了绿洲 并按照线索来到了一个酒馆 此时一个身着红裙的女人突然出现 在她的提示下 四人跟着女人前往了二楼 结果发现暴君也在这里 锁着宝石的箱子就在她的手边 当酒吧突然陷入了一片黑暗 等灯光再度亮起时 箱子的钥匙已经被盗 马莎则发现 这个女神头正是再次进入游戏的斯宾赛 而眼看斯宾赛被暴君杀死 众人连忙与再次复活的伙伴会合 在互相了解情况后 一行人又遇到了那个红衣女人 女人则热吻了勇石 然后便匆匆留下新的线索离开 而为了找到线索中的沙漠之果 众人只能兵分两路 女神头带着两个老人 去盗取前往要塞的交通工具 马莎与大冰箱则偷偷跟着女人 来到了一个密室 并发现了一棵油曼极果树 而树上的果实 显然就是线索中所说的沙漠之果 于是伸手矫健的马莎借助火盆架接连藤月 最终矫健地爬到了树上 和马莎刚一摘下果实 便因为果实太重 坠落到了闪着电流的水池中 而大冰箱在拉他上岸时 两人竟然交换了角色 由于拥有了更加灵活的四肢 得意洋洋的大冰箱不顾马莎的劝阻 重新跳回了树上 在落入了水池后 两人的角色最终又换了回来 而此时被斯宾塞安排忘分的爷爷艾迪 由于过于招摇 不但将附近的混混全数打倒 还引来了他的弱点 同一女人的丈夫弹簧刀 幸好脉络的角色分八能与动物交流 被说服的骆驼 这才带着三人从后门逃了出去 彭与马莎等人会合后 拥有勇实力量的艾迪 却不顾众人的劝阻 非要留下来诚意识之勇 并最终让所有人 被弹簧刀的火箭弹击中死去 在此复活后 郁闷的众人赶忙骑上骆驼继续前进 可在前往要塞的路上 艾迪再次和麦洛发生了争吵 原来 两人年轻时曾一起创立了一家品牌餐厅 但他们却因为餐厅产生了矛盾 比以此断了往来 两人的争吵也最终变成了决斗 可身体上不占优势的麦洛很快落败 并在意外中浪费了一条生命 认清现实的麦洛 也只能跟着大家再次上路 众人很快到达了遍布吊桥的峡谷 跟教授掌握的几何学 他们迅速找出了一条前进的路线 但随着战鼓声的响起 所有吊桥竟然开始移动和变化 除此之外 成群的山霄又从天而降 虽然在逃亡的过程中 马莎由于走错路被山霄扔下峡谷 失去了一条命 但万幸的是 他们经历重重险阻 最终成功到达了对面 可山霄也十分聪明 他们借助另一座吊桥追上了几人 并将他们再次包围了起来 就在这个危难时刻 一个熟悉的身影 骑着马冲了出来 而当他赶走山霄后 众人发现 他竟然是久未谋面的亚历克斯 更让大家惊讶的是 亚历克斯成为了飞行员 贝瑟尼则变成了 他骑着的高头大马旋风 原来 被丢下的贝瑟尼为了进入游戏 只能去找亚历克斯求助 而亚历克斯听闻 便带着他重回游戏拯救伙伴 之后 众人暂时有了休息的机会 斯宾塞为大冰箱固定了伤腿 而艾迪也终于得知 麦洛前来找自己叙旧 是因为他身患重病 即将不久于人世 所以他想在此前与艾迪和好 得知真相的艾迪 随即与伙伴冰势前嫌 可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 大冰箱却将两人臭骂了一顿 在大冰箱看来 独断专行的艾迪 就是个惹势惊 如果依照如今的情况 他们根本无法完成游戏 由于过于气愤 大冰箱突然仰头翻了过去 可掉在河边的他却发现 这里的河流 竟然是可以交换角色的闪电之水 于是众人赶忙跃入水中 重新经营了调整 所有人也成功拥有了 自己上次的角色 而艾迪和麦洛 则分别变成了女神偷和旋风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 商量拿回宝石的对策 旋风和女神偷 便被暴君的搜山小队抓走 为了进入要塞救下伙伴 只剩一条命的四人决定孤注一掷 而在亚历克斯的鼓励下 他们按照地图上的标识 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 起初 亚历克斯准备带着 大冰箱和贝瑟尼混进要塞 并趁机救下被关在马盆内的脉络 但在进城时 大冰箱和贝瑟尼 却被当成了与暴君交易的卡巴兄弟 而亚历克斯则在意外损失了两条命后 成功救出了悲观的脉络 此时 四兵赛与马莎攀上了要塞的绝壁 准备进入牢房搭救艾迪 两人也在攀登的途中 解开了一直以来的心结 并和好如初 在救下艾迪后 他们又让艾迪利用女神托的技能 道出所在密室中的宝石 可潜入倾库的艾迪却发现 宝石竟然不在暴君的盒子里 而是被正在迎客的暴君挂在了脖子上 于是为了拿回宝石 马莎又伪装成卡巴兄弟的妹妹 并和暴君举行了联姻仪式 可不善伪装的他们 很快就被暴君识破 而在战斗中 四兵赛发现沙漠之果 似乎是暴君的弱点 于是力量不占优势的他 趁机追了上去 被敌人包围的大冰箱 则赶忙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收音机 而当音乐响起的刹那 马莎立刻开启了战务模式 并很快将敌人一一打倒 另一边 为了不让暴君趁机溜走 四兵赛将飞艇重新拴在了码头上 他自己则借助揽神爬了上去 虽然成功登艇的他遭遇了偷袭 但他还是把沙漠之果拍在了暴君身上 并将失去力量的暴君打倒在地 而随着飞艇失控撞毁 四兵赛又抱着暴君一起从飞艇上跳出 并趁机夺过宝石 借着揽神摆脱了暴君的纠缠 眼看孙子遭遇了危险 艾迪便骑着伙伴冲出了要塞 而骑尺的旋风竟然长出翅膀 带着艾迪飞向了半空 四兵赛见状便赶忙将宝石扔给爷爷 并让他飞向有阳光照射的高空 而随着宝石接触阳光 艾迪便在孩子们的提醒下 喊出了关键词游曼吉 刹那间神奇的力量洒遍大地 众人也安全地回到了温暖的草原上 此时向导再次出现 并准备为众人送行 可完成心愿的脉络却选择留在游戏中 继续做一匹黑色飞马遨游天际 在送遍脉络后 众人便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他们也更加珍惜和伙伴们相处的时光 就连四兵赛也终于重拾自信 开始和伙伴们分享新生活的体悟 年迈的艾迪一则再次走进了他与好友的餐厅 刚抢老板诺拉说起了经营中的烦恼 艾迪一则趁机提出了帮忙的想法 并再次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四兵赛母亲请来的修理工 却发现了丢在一旁的游戏机 而随着战鼓声再次响起 城市街道上竟然出现了游满集中才有的奇异鸵鸟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